问天启航奔赴天宫 中国空间站将会迎来首个实验舱 主要用于空间生命科学研究 国产大客机C919六架试飞机 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试航取证工作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历经30年上海中心城区 城片二级就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完成 后续将转入零星就改城中村改造等 内地昨天新增869例本土感染者 即日起来户反护人员 需注意随身码心提示 头斗病例已经蔓延75个国家和地区 世卫组织宣布 猴斗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俄乌达成协议第二天 乌克兰重要运粮港口奥德萨遭到导弹袭击 国方称旨在打击军事设施 粮食运输不受影响 今天是2022年7月24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东方新闻 我是小雪 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距离问天发射已经过去了四个多小时 再过几个小时 问天将和天河核心舱进行交汇对接 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仍在海南文昌的东方卫视记者冷伟 冷伟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玉飞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呢 据我这个左手边两公里不到呢 就是 好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小雪 好的 玉飞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稍后您将看到 内地昨天新增869例本土感染者 即日起来户返户人员需要注意随身马兴提示 高温天送疫苗进社区上海部分街区 打通接种服务最后一公里 方便居民应重尽重 头斗病例已经蔓延75个国家和地区 世卫组织宣布头斗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界卫生组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昨天宣布 目前在75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的喉斗疫情 百岁山 历经30年上海中兴城区成片二级就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完成 后续将转入零星就改城中村改造的 2022年上海秋季高考成绩单 近期投资4000多名投资员加班加点确保考生及时拿到成绩单 俄乌达成协议的第二天 乌克兰重要运粮稿口奥德萨遭到导弹袭击 国方称旨在打击军事设施 粮食运输不受影响 美国加州山火蔓延 6000多人紧急疏散 西部干旱加剧 犹他州大盐湖达到历史最低水位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欢迎回来 历经30年的努力 今天上海中兴城区成片二级就里以下房屋改造 全面收官 详细的内容请于飞带来 于飞 作为上海就改任务最终 压力最大 难度最高的中兴城区 黄浦区今天迎来了最后一个 同时也是全市的最后一个成片就改项目 哈 哈